台湾政坛在这个星期也有人说 净遭到了这个大地震 主要就是台湾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宣布参选2020的台湾总统大选 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跟我们介绍一下 郭台铭从宣布参选之后 他整个这个历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星期的发展如何 是的 是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 也是这个台湾的首富 他昨天在国民党总部宣布 将要参加国民党总统的初选 其实从本周早些时候 因为举行了一系列的美台关系 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系列活动 那么在这些活动的现场 我们已经是频频的看到了郭台铭的身影 在现场可以看到他与到访的 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 以及这个美国庆贺团的其他议员 以及官员都有密切的交流 不过当时他并没有明确的表示 是否会参与总统大选 是直到周三的上午 郭台铭前往新北市的庙宇进行参拜 他表示妈祖托梦给他 要他出来为台湾做一些事 也就是在当天的下午 他在国民党党部领取了荣誉状后 致此表态要参选 郭台铭创办的这个鸿海集团 是世界级的企业 那么旗下的富士康就拥有上百万名的员工 他与中国政治经济界关系深厚 而他的工厂去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建成时 总统特朗普也是参加了破土仪式 所以郭台铭参选台湾总统 是受到了全球的关注 是那么海伦我们也知道 郭台铭从商界要投入政界 投入台湾的这场总统大选 那么这场大选实际上我们知道 过去几个星期来 包括这个国民党民进党双边阵营 都已经有不少的这个争议了 这场竞争看起来已经相当的激烈 那么对于郭台铭也加入了这场选战 各界的反应是如何 另外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了 郭台铭对中国与中国的政经界关系深厚 很多台湾的这些反应 也对于这样的一种关系发展 对他未来是否能够为台湾利益来发生 感到担忧 各界的反应如何 是的 我们首先看国民党方面 总的来说国民党方面 几位已经表示要参选 或者是有可能参选的候选人 他们对于郭台铭 总体表现出是欢迎的态度 特别是这个刚刚结束了访美行程的 高雄市市长韩国瑜 他在返回台湾后 在接受访问时 表示郭台铭一方面可以直接通美国的白宫 也可以通中国大陆的中南海 他认为他是蓝军不可多得的人才 那么民进党方面呢 总统蔡英文 他对于郭台铭参选是表示尊重 总统副发言人表示执政党面对一日多变的变局 要有更智慧的处理 郭台铭的这个决定呢 也让外国媒体备受瞩目 一方面是对于他参选后 如果卸任对于鸿海集团的经营 可能产生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像日本产经新闻 他就认为郭台铭历来呢 在鸿海集团是比较独断的经营 所以如果他从鸿海卸任 则可能会给鸿海和夏普等等 这些集团的经营带来混乱的情况 不过这个呢 鸿海集团也已经做出回应 他表示公司各项事业独立运作 所以日常的应允是有专业的经理人在负责 那么除此之外 另一方面更令人关注的 就是像主持人提到的 就是郭台铭可能对台海两岸关系带来的影响 因为鸿海集团的生产主力和业务核心 其实都在中国 那么郭台铭呢 与中国的政经界的关系也十分的密切 就有专家认为 郭台铭如果当选的话 可能是会主张两岸的交流 会有可能拉近两岸的关系 不过他因为在中国的这个 自身的商业利益的关系 这到底会不会让他更容易受到 北京的施压的影响 也是专家所关注的 那么这个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 也对此发表了评论 是表示郭台铭会缓解两岸紧张的关系 认为短期内可能对台海局势 产生一些转折 可是长远来说 这个环球时报是认为并不重要 那么以上就是台湾方面的情况 主持人 好的 我们谢谢记者海伦在台北 为我们所做的报道